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传说中出没在喜马拉雅山圣母峰的雪人 Yeti知名有解了 美国研究人员从所搜集的样本中分析后指出 其实这神秘的生物只是雄类 综合外媒报道 传说雪人是一种介于人与人之间的神秘动物 至今尚未有确切的雪人标本提供研究 但这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的神秘生物 如今终于有解了 美国水牛城大学分校研究团队在分析 比对多样由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搜集所得 被指示雪人的毛发骨骼粪便等样本 搜集了前所未见的丰富精英证据 研究人员在皇家学会报告生物科学版 Royal Society General Proceedings B描述 这种称为雪人的生物事实上是雄类 精确的说是三种不同的雄 分别是亚洲黑熊 西藏棕熊与喜马拉雅棕熊 美国水牛城大学 University of Buffalo 艺术与科学学院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副教授林奎斯特 Cecilia Lentkist表示 我们的研究结果强烈指出 雪人传说的生物基础 可在当地雄类身上发现踪迹 他们发现从全球私人收藏到博物馆中的相关工艺品 包括据称为雪人脚爪的修造院遗物 实际上是23个不同雄类的乙孩 领导研究的生物科学教授林德奎斯特 Charlotte Lentkist表示 研究结果显示 可在当地雄直身上蜜的雪人的基因 相信透过DNA测试 有助学界将来解开更多相关谜团